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放,就是第一天说就能放一万多人 还涉及到反正好多人也减刑,减一半 就都放出来 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你觉得他想干什么呢 我听人说,说他就是为了拉选票 是,他是有这个权利 但你不能滥用这个权利 不是说最后上一次选举 最后就差两万多票吗 那现在第一天就这么来 就放了一万多人出来 还带家属之类 你想将来这一小部分将来就 那么天使拉着一些犯人的选票呢 那很难讲,其中有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商人 就是经济犯 被放出来之后 马上就跟那个陈水扁呛吓 就是跟他放话 然后就是说 你如果不干嘛干嘛的话 我就要爆料这样子 也不是每个人对他感激涕淋的 其实呢,这个台湾的大社 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 我那天早上刚从北京 飞到香港 然后从香港转机回台湾 一翻开报纸 什么,今天晚上要大赦 要放出一万多个犯人 我心里第一个反应就说 天哪,那台湾的犯罪率 恐怕要上升 今天晚上一定要足不出户 而且门窗还要锁紧一点 有这么紧张吗 这个是我第一个 一万多人同时出笼 但是 放狐归下难 而且你知道 人家已经洗心革面了嘛 人家在里面可能已经思想改造好了嘛 可能还来不及 洗心革面就已经被放出来 而且更可怕的是 一万多人是在台湾警力的七分之一 台湾警察 台湾警力的七分之一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不仅广美要锁好门 台湾警察局也得锁好门了 所以就当我晚上在家里锁好门 上网的时候一看 大社第一天晚上就暴毙五人 我心里想说 你们这杀人放火做得太快了吧 后来赶快看新闻 结果后来发现不是 原来呢 那天 那这次大社 很多很多都是烟毒贩 你为什么要加个烟字的 不就是毒贩吗 烟是什么意思 有某些烟 还有太监吗 不是 太监也没对 我说那个香烟的烟 香烟的烟了的毒贩 我说台湾怎么改造 我们也不叫灯 我们也不叫毒贩 我们叫做更生人 更生人 怎么解呢 就是更新的更啊 重新做人 让你 你吸毒毒贩嘛 在里边重新做人 哦 这叫更生人 对 我们叫老改犯 不是 那是毒贩 那如果说你是自愿去戒毒的那种人 我们也不会说你是什么 不会用戒毒这个东西 就想说你是更生人 这不能提示这些戒毒的 那后来到第二天早上 再看新闻的时候呢 暴毙人数变成六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 讲的就是因为这些人都是烟毒贩 那他们在牢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出来第一件事情你觉得他们是要干什么 当然就是先家人帮你这个接风啊 洗下城啊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监狱里面认识的这个同好呢 就一起两个人手牵手去开房了 两个是在宾馆的房间里面发现尸体的 两个 但是他们在怎么会死的 怎么会死的 怎么会死的 因为他们平常以前就是烟瘾 毒瘾很大的 在监狱里 然后因为 憋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身体其实已经承受不了那样子的 的毒量之后 他一下子又打进去就 就挂了 然后另外有个双胞胎的弟弟也很可爱 他被警察抓进去之后 然后那天晚上吃完那个 那个洗尘饭之后喝醉了 就回去警察局里面报仇 是谁 是谁把我抓到牢里去的 谁让我这么难看的 今天晚上老子要让你很难看 然后觉得 然后那个警察也很厉害 立马那个 那个搜证的摄影机就拿出来开始拍他 所以他所有的那讲的那个 就是全拍进去了 然后当天晚上 又被抓进去了 你说现在这个 说道义无道啊 不但不致感恩 反归来找你警察算账 谁把我关进去的 哎呦真是 万分之六 我跟你说 甭说这个毒贩 这确实他说这一半以上 都是这种毒吸毒贩 贩毒贩 他这个瘾头大的 他一放出去 所以就容易过量而死 就我原来听那个李敖有话说了 讲过一个故事 台湾有个著名的自焚的 当年为了民主自由 当然李敖爱开玩笑 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不是真的 但是据他说 这人为什么自焚呢 他坐过牢 他坐过牢 放出来 但当时呢 他他面临第二次 为了他的主义吧 为了他的信仰吧 要去坐牢 可是呢 当时就说英勇牺牲了烈士 后来据李敖说 实际上啊 是因为他是个烟鬼 抽烟 甭说吸毒了 抽烟的日子 他受不了 你知道吗 他说他就为了 不再抽烟 不能进监狱 不能抽烟了 就因为 他不想再抽烟 说他第一次 进监狱的时候 还托李敖帮忙 说你认识一些大哥 老大 能不能给点烟 李敖说好 正好戒烟 实际就没 就没给他安排 所以说 据他说了 这第二回就自焚了 其实 其实我也在想 就是说 他可能 陈水扁 自称是出自一片好心 把他们大赦 让他们放出去 但是事实上 他这样子 害了很多很多人 因为有些毒贩 他们在里面 有一些一定的疗程 那疗程都还没有做完 忽然之间 就被赶出去了 那赶出去之后 你那个意志力 不够坚强的人 马上又回去了 那当然了 那就这个自由日 就变成他的纪律 他是全部的 普遍的减刑 不过我看报道 好像是他有些罪 是不能减的 当然啊 有些什么强暴犯 他就是强暴犯 就重的罪不能减 就是像马英九 跟他太太 如果那个罪成立的话 也是不能减的 他这种叫重大贪污罪 也是不能减的 但是经济犯 可以出来吧 那个邱逸啊 就那个老爆料 那个邱逸啊 对对对 说正好可以放出来 赶得上下一次选举 他是年底才能出来 还得再做半年 他还得做半年 还得再做半年 你怎么这么门清呢 对这个 这是台湾的新闻人物 这就涉及到 现在我看台湾 好多人在说 这个法律问题 就是说呀 当这个国 这个经济繁荣起飞的时候 经济很好 社会治安也好 我们整个社会的 这个这个道德水平啊 气场都好 这个时候 不是不可以大赦 但是呢 他们说现在这台湾 乱象 人心惶惶 这时候你再放 放虎归山 还是放狼归山 陈水扁不按牌理出牌 不过我刚才还问呢 记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没有大赦过 我都不记得过 有过这样的情况 我 这个全 全部的普遍的减刑 你就认了吧 我就知道 反正我知道 严打过 你也是被大赦出来的吧 什么大赦 一般来说 严打就有报道 然后过了一阵 不太严的时候 就没这么报道 对 最近这个山西 咱们这个山西黑砖谣 判死刑了 对对对 打手 我看报纸报道 那个姚祖啊 那个王冰冰啊 判了九年 徐老师报警了是吗 那个事故书记的儿子 只是单单一项罪 叫非法拘留罪 还没算他抬尸体的那个 就没起诉他 参与那个杀人的那个事情 就单单那个事情是九年 然后那个打的那个人就是死刑 不过呢 这个香港 报纸又引用了北京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主任 叫张兴水 他说呢 这个案的审理呢 体现了中国特色 叫一是名分极大 二是中央相当重视 所以呢 简化程序 迅速处理 高调宣判 他说这种做法呢 是双刃剑 虽然迎合名义 取悦领导 但有损司法的公正公益 影响是长期的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 不过我在想 其实一般来说 可能省的时间会要更长 对不对 越是影响大的案件 在海外 传媒就要做很大的文章 你知道他们这个广告收入 他们就会直播啊 就是有时候不能直播 他就画漫画 你知道 对不对 然后进进出出的拍一点点 然后这种事情就会拖很长的时间 他们就就算人所知 他做了很大的坏事 但是也会有人去帮他辩护 而且也可以对大家有所教育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不懂 法律上其实我不懂 但是这个从严从快 倒是一贯特色 我知道 这我看这报纸上还讲的 这是明报登的吧 说山西有一个法院的副院长承认 法院是以从严从快审理本案 该重判的重判 该判极刑的 坚决判极刑 而本案还不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吧 说到名单问题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这么多人放出来 徐老师还说 假如大陆大社这么多人放出来 我跟你说 不用放出来 咱也应付不起 现在这个 你光是出的这个事情 你像是我听说的 那种 那天杨老师 杨锦林老师 做节目 还讲 说是在哪 反正就是假食品 我跟你说 你就没法听了 臭豆腐啊 是拿粪水泡臭的 而且呢 我喜欢吃臭豆腐 人还跟你说呢 这个臭豆腐啊 粪水不能放的太多 放的太多呀 太臭了 他们就吃出来了 你说说 以后也叫人怎么吃 但是无独有偶 我跟你说 这事也不能妖魔化 最近我发现 反正北京的一电视台 出来道歉 我是在家看的这个新闻 当时把我们也是一家老小 就觉得没法吃东西了 就说那个 在北京啊 卖包子 你知道有那个 那个街头小卖啊 卖包子 他怎么说 里边的馅是什么呢 纸皮箱子 拿了纸皮箱子 泡发了 为什么要放纸皮箱子 他省成本吗 他不就是 因为猪肉 猪肉现在涨价 一斤要七八块 他放一半 他放一半的纸本 国民经济 行情很分灵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四五年前就已经 借吃什么水饺 包子水煎包 我就是被这些新闻吓的 对你看 我发现徐老师要求比较低 他听到的第一个反应是 这也吃不死人 吃点纸箱子 没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 跟家纤维 为什么道歉呢 他后来 今天我看新闻出来说 原来是个假新闻 你知道吗 是这个台里一个节目的 好像是一个编外的 那么一个记者 一个人 他跑去找四个 那个外来工 就做这个小小小吃摊的这种 拿了个纸皮箱子 拿点肉馅 说你们给我做 他怎么做 把纸皮箱子泡发了 把肉馅混进去 切碎了 我包包子 你们就干啊 然后我拿个DV 拍下来就给了电视台了 他是为了做新闻 耸人听 假新闻 我为什么说肉包里边 有点纸 没关系 我是对照另外一则新闻 香港这几天连续在报道 你知道湖南不是很多鼠吗 对对对 老鼠吗 鼠患吗 今天湖南那边也出来说了 说你们媒体讲 好像说我们切断了什么食物链 什么跟吃蛇有关系 跟吃蛇没关系 他还说这个呢 可是呢 他们现在说这个鼠患呢 可以变成财路 财路来了 现在香港的记者 整天在广州拍 广州现在鼠肉热销 一只五十块呢 你知道吧 真的吗 真的就全拍下来啊 就活生生的镜头啊 这个店里销路很好 拍下来有多少卖多少 都是湖南来的 就是最近的 叫山鼠 很巨大 碩鼠碩鼠这种 很巨大的就在吃 然后 什么高蛋白啊什么的 然后很多医务的工作者 都在警告 就是你想SARS的经验 大家记忆犹新嘛 对不对 他们说这个里边 可能卫生上有很多 很多问题 没有 而且他们在湖南 有人毒老鼠 他们会下药的嘛 那如果说那个老鼠吃了 那个老鼠药的话 那你再把它吃下去 不 它新鲜的 活大 还活大 他们新鲜的都在后面养着 那个 那个全拍下来 全 那是我亲眼看到 所以我说那个肉包子里边 有点紫蒜 那个热销啊 那怎么人那么喜欢吃 鼠呢 还只有今天 鼠好吃吗 还只有今天 我就说人家湖南这个官方 出来开新闻发布会 还说这事的 说我们洞天湖这啊 放心 不是什么鼠疫的园区 没有这些个 什么传染病 现在全输入到广州去了 广东人吃老鼠 我跟你说我亲眼见过 是什么 我亲眼见过一个人真够勇的 他是个这么小的白老鼠啊 那当然可能一般人也不那么吃 那人太太猛了 我印象他活的 你知道他 他好吃啊 咱家伙就拿着一杯白酒啊 就把那个活的带毛的小老鼠 咔一下子咽进去就喝白酒啊 又是中国威尔刚吗 我不知道 不是 他是想这个好像给人显示 就跟他往胸膀上拍板砖 他们会说这是一道名菜来的不是吗 龙虎豆嘛 不是龙虎豆 这个刚刚出生的小老鼠啊 叫什么三枝 三枝菜什么 就是你用筷子一夹它 它就滋一声 然后放进嘴里 它又滋一声 然后你再咬下去的时候 它又滋一声 然后就中国威尔刚 不是 他们说这是一道名菜来的呀 我还是广美 你们有听说过吗 我反正还吃过那个什么 呃 蟑螂 广州话叫 那叫蟑螂 蟑螂 那吃过 我在广州的时候 有幸人家请我 差这么一堆蟑螂 叫蟑螂 叫水蟑螂 不是你们家的那个蟑螂 那个蟑螂 我世界上最怕的东西 就是会飞的蟑螂 嗯 这个东西真是你还敢吃 他刚才讲的那个更可怕 说说那个乳哥啊 香港的乳哥 对 其实我有收过一个一个email 我收人家的email 不是我捏造出来 那个照片是连环图 他说你以为你吃到的是乳哥吗 小心 他可能是老鼠变身的 接下来下面 大概有十几二十张的连环图 就是一只老鼠 然后就是怎么示范 要先把头给切掉 然后扒了皮之后 然后把它的 从中间切开来 还要把它熬一熬 因为老鼠的形状 跟乳哥不太一样 他要把它那个什么身体 怎么样熬一熬 然后熬一熬 然后趴在那盘子上 然后烤熟了之后 上了桌子 真的跟乳哥长得一模一样 变形金刚 不是你要说老鼠 变形金刚 不是你要说老鼠 他弄成像蝙蝠一样 我信 他真的像乳哥一样 这有点蹊跷 可能也是一个变形金刚 哎呦这光美 咱所以说这个事 咱中午吃饭的时候 还讲这些 不要妖魔话 不要妖魔话 而且不要光指着我们内地说 是吧 咱再说台湾 台湾好像对着啤酒 光美 没有我昨天在台湾 跟一个老外 就是有一个 我有一个老外朋友 他在台湾住了二十几年了 他跟我说呢 你知道以前 我们就忽然讲到台湾啤酒 他说我从小就爱喝那台湾啤酒 怎么样新鲜 怎么样好喝 但是很奇怪的 我以前每次一喝呢 我酒量很好 我喝完 喝两瓶哦 没醉 但是第二天头疼 后来呢 有人去查去验那个东西 说啤酒里面 有福马林 福尔马林 有靠尸体的 对就是那种消毒用的东西 然后呢 据说啊 这个东西 我也是就当兴徒说来 那肯定嗨了 那台湾啤酒就赶快出来 澄清说 没这回事 我们的啤酒里 怎么会有福马林 后来呢 才发现原来是 因为那种 那种玻璃瓶子 你一定要回收的 你不可能一次 就把它扔掉了嘛 人家都说 玻璃瓶的酒 是好喝过 铝罐的 但是 但是你那个 你那个玻璃瓶拿回去 要需要消毒的 怎么消毒 福马林消毒咯 哦 福尔马林还有这作用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徐老师说这 变形劲 好玩的 我们都在后面说完了 对对对 不 我想起一个 韩国人跟我说的 韩国人他们做假是出名的 是名牌的A货 韩国做的最好吧 对不对 听说是 可是他们说 食品上他们不能做假的 他说全民有共识 但他们的脸都可以做假 他们脸都可以做假 吃的东西不做假 那你说 你说咱们这个 到处食品做假 这个东西 这些做的人 他没有道德的 他没有任何顾忌的 就是说 这个吧 我觉得是这样 只要我不吃就行了 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我 我觉得现在好像 就干这些事的人 他是不是极度自闭 他就叫自闭症 你知道吗 比如说你说 如果说是他的邻居吃了 他是知道的 你也不能说他没人性 可是你知道吗 他为了挣钱 他就这么干 做点假食品 能够很低的投入 很高的产出 很多的赚钱 他脑子里赚的是这个逻辑 他没想过 你知道吗 是对别人 对他人啊 完全的缺乏 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 可能是极度缺乏 同情心 同理心 因为你比如说 我那天还讲 不是 他不知道呢 不是 比如说我那天还讲啊 比如说 搞人家隐私这种事 我当年做报纸的时候 你说 我也这样啊 因为你跟我没关系 我也不认识你 还会 我也不是诚心的 要跟你不好 我只是为了要卖报纸嘛 他就完全本位的想 但是将来 你认识了一些人 你了解了他们的苦楚之后啊 你还是有这个同情心 你觉得哎呦真是不合适 这对人家忒不公平 你才会有这个 但会不会还有这种心理 比方说这种都是农村 比较穷的地方 做这些东西 他可能还会有说 这给城里人的 这些人本来就活得比我们好 这我们本来就穷 我们还同情他们干什么 活该这些人 会不会有这种心理 学耳挑动仇恨啊 没有 我觉得无知也是 我记得 无知也是福是吗 不是 我觉得无知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因为他不知道 他会造成多大的一个伤害 前一段时间 去年不是有个新闻说 有一家专门炒干货的 自己的小孩子 被自己的瓜子给毒死了 因为他们 因为要让那个瓜子 亮亮的很漂亮 他们就在上面打了 加了一些什么辣 还是什么样的化学的东西 那小孩炒完就一直吃 吃完之后就死掉了 那你说他如果知道 那个有毒 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小孩子 那这真是愚昧无知 就是说 那他这个害人 结果害己了 最近你还真有一个老太太 毒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对 我听说 你知道吗 法院要判 还得为民除害 全村人给这老太太求情啊 说是为民除害 因为他儿子是一什么主啊 就村里三怕 父女怕他 小孩怕他 鸡鸭鹅都怕他 染着一脑袋黄毛 提着一个狼牙棒 棒头上钉着钉子 见人就打呀 整天就这么村里一人 精神 精神 不是就是恶霸 恶霸 以前格飞小说大年里就写过这样的情节 没想到真实生活当中就出现了 就他老娘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这么一儿子怎么办 最后把他堵死 堵死了 堵死他儿子 埋在家里 得了好些年以后才挖出来 大义灭青啊 然后很多人 村民还说他们是为民除害 这案怎么审啊 这种拍电影太精彩了 拍电影 你像在台湾 我就跟你说 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我想起我听一个台湾人就给我抢过 但是这个有有台湾菜浓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一定是假的 我跟你说是个老法师 老和尚说的 说台湾有的个别的吧 菜浓 就跟认识的人说 这块地上的菜是我们自己吃的 这块地上的菜是给他们台北人吃的 那你说有 这很多我就听到有人这样说 包括就是现在 他们说有些食品我们送到城里去 我们自己不吃的 就这样 他也没说这个一定有问题 他就是说这些我们不吃的 我们自己吃的是另外那些东西 真有 所以就像你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说 对于别人 我现在都觉得是 说实在话 就是说 把自个儿过好就行了 那么多乱七八糟 这社会你管它干嘛 但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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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